要开始的 好 那各位晚安 我们今天 税务院讲坛提供了一个 节目 那这个部分叫做税的迫降 那这个税的迫降主要是在讲 有没有看到那个副标题的部分 副标题的部分要跟各位讲 就是税务陷阱随时在你的身边 税务陷阱随时在你的身边 那由税务院讲坛提供 由魏西人快信师来主讲 魏西人快信师来主讲 那这一个的主要的一个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身边周遭里面 常常有什么样的税务陷阱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那有人不知道 我们这个一个 大概每周三晚上七点半八点半 那这个有很多的朋友 就已经跟我们很早 5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大概讲过的这五片 一个转移不动场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你听的 你现在在线上听的部分 那大概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我可能会把它节路 10分钟左右会在YouTube看得到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你如果完整的是一个小时 我们开一个完整一个小时 那今天6月24号刚好就是 这个红色这个一个节目 就是税的迫降 税务陷阱随时在你身边 那你听听如果之后 蛮适合你的 因为这个是每个礼拜的 一个晚上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你随时在哪边都听都可以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看看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会跟你联络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那今天的主题开始 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 税务陷阱最大的一个陷阱 我常在看就是保险跟税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部分因为我讲过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税与生活 所以从生活里面去找税 那生活里面最常看到就是 新闻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子 绝对不是最新法令 而是所谓的什么 新闻里面去税新闻 所以叫做卫老师税新闻 那卫老师税新闻 大部分会跟税结合 如果没有跟税结合 那也是会讲一些的 生活上的一个新知 来这里有一个就是在6月22号 那今天6月24号两天前 他讲了一个主题叫做 保单变更药保的 保单如果变更药保 担心税上升的一个问题 那到底保单变更药保的 会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今天我们最主要探讨一个 那结果第二个单元出来的时候 照片就告诉我们 赠影税 第一个变更药保的要记得 因为你在变更药保的时候 那个财产的价值有移转 所以这个财产价值移转 一个人的免税有一年大概220万 这是以赠影人来看 所以如果你保单价值超过这个220万 那可能会有被课赠影税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遗产税死亡前两年变更药保的 那这个时候保单的价值就应该要 这个时候保单价值就应该要 把它进入到遗产里面课税 那针对这两点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针对这两点 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部分 来比如说这个例子 他说保单的部分 如果你要变更药保的 那这个部分变更药保的 适同转移保险上财产利益 给属于赠影税的一个行为 那如果这个赠影税的行为 那各位看一下各式金融商品推陈出新 民众投资方式也建许多野 所以这个很多人偏爱这个所谓的什么 脚保会动止一二十年 所以因为资金调入个因素变更药保的 那变更药保的可能他也 那超过赠影税免税220万 那这个部分就会办理资影税的一个申报 资影税一个申报 那第一个 曾经查到一个 查合到一个案子 资金在2007年 2013年这个时候 为要把人陆续买多张的 受险的保单 那持续缴纳的保费以后 随后资金在2005年 要把人变更两个儿子 而且单年度他又自己 两个儿子合计220万 那其实一个人的 免税的这个部分220万 cota已经用光了 结果他又把这个要把人 变更给两个儿子 所以造成到时候 他把所有这个金额加起来 当时689万 689万 那再加上他赠给两个儿子 已经合计220万 所以689加220万 再减掉免税的只有220万 其实就是689乘上什么 乘上18 所以被补税68.9 甚至如果你没有预报到 有可能会还会被罚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我会认为是 实务上最常遇到的税务陷阱 为什么税务陷阱 因为一般的父亲来讲 如果小孩在年纪小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我帮你交保费 说我是药保人 可是当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 他会认为两个儿子都已经有在赚钱了 那这个交保费的工作应该由什么 由小孩来做 所以就会想说 我叫保险业务人来把药保人变更成他们两个 那变成成药保人这个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有赠影税的问题 我跟你讲 税务陷阱马上就在身边 所以这个我是认为 这个案例还蛮多的 要去查出这个案例还真的很多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提醒各位 针对这个药保人的部分 一定如果有认识的亲衣品好友 一定要跟他这件事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他绝对不是只有赠影税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陆续讲下去 大概会有三个跟保险有关 一个赠影税 一个遗产税 一个所谓的所得税 那我们继续看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个部分 再来下一个单元 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规划 过去曾经有一个保单 就是业务员 保险业务员为了他的什么 保险的所谓的什么佣金的一个问题 所以通常会建议 跟结税理由建议购买保单 诉求几年后 你再变更药保单给小孩就好了 那现在的时候你先买 结果业务员会说 保险公司不会把变更药保单 这个动作 通常今天我还是听到这个 通报局国税局查不到 所以不会有赠影税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部分变更没有这个动作 可是国税局会从那一个人的身上 看出来说 其实他到底有没有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这些财产 所以很容易用这样一个方式 过激出来 所以他实际上没有通报 可是国税局就是有 因为这个案例真的太多了 都是被课 被补课 赠影税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 保险公司还会再强调 但民众要求配更药保险公司 在确定会有赠影保的时候 他就提出一个解套的方式 他说保单借款跟保 价金做互相抵触 然后把你的这个 让保价金低于220万 那一个人不是免设220万 所以他当初都很简单 你现在价值如果有800万 那很简单啊 我就把它低于220万 那怎么低 那就是去用保单去直线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可能合理一个阵营 就是要把它降到220万 这是解套的一个保险公司一个做法 那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方式 会不会有一个风险的存在呢 那我们 等一下一一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这里我们大概提出三个方法解决 什么意思 如果我现在不小心已经把 变更的药保的已经做变更了 那我到底有什么方法 第一个分年赠予 也就刚刚讲过 如果我要分给两个小孩 那我应该一年一个 那我可以享用一年有220万的免税额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分年赠予之外 我们下一个还有一个自动补报补缴 因为在我们的补报补缴里面 已经曾经讲过一件事情 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自动还没有 国税还没有查过之类 我们自己是主动去补报 那这里主动去补报最多的只有什么 就有所谓的什么税的一个问题 很简单就是所谓的 赠予税加一个积压经历息而已 第三个方法 有可能有人提出来就是保单职借 就是刚刚所说的 可是保单职借真的没有问题吗 保单职借真的没有问题呢 我们一个来看下去 那这个我们相关的法规 大概是这个条文 遗产赠予税法第22条 赠予税额的每年得知赠予总统中解除 免税额220万年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所遗产赠予税法第22条 那相关的48条 就是自动补报补网免除提醒 包含着顶多是家计利息而已 这是48条 这个是依据我刚刚给你讲的 第二个方法的一个法语依据 那再来为什么会有人跟你讲 拿保单去直接 然后把那个价值降到220万 因为他说正义互有负担者 有受证的负担 不会因此这种的这种扣除 所以才会有这个 因为有法语依据 所以才有这样一个一个想法 可是这个一个想法 会不会产生其他的一个 什么税务的风险 可能要看一下这里两个东西 特别提出来 第一个国税局表示 新的药保人需要能力 而且自行厂玩保单的借款 并在申报的时候能够提出借款 以及财力缴席的证明 如果这个保单借款能有原来 药保人厂玩 我给你国税局会认为 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厂玩 这个保单借款 那还是有可能会被人家 私质瞌一个问题 所以保单直接 特别看看这个到底 新的药保人有没有需要 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自己厂玩 这些保单借款 那再来 翁聪 我们的老师 他特别讲到 当贝根要保人 你分职界时间如果太近 你一方面贝根要保人 一方面你又去把这个 做直接 那你是不是虚意的 有这个动机规避这一岁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会被追查 指引流向 所以很多的东西 你可能知道 但是有可能 你如果细节做得不够细腻 到时候被国税局追回来 那可能都得不偿失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特别要记得 我当然可以把单直接 可是那个降下的那个动作 你如果贝根要保人 跟直接时间刚好就相关 那应该有很大的一个什么 动机可以了解 你可能是在做规避的动作 可能在做规避的动作 好来 那在下一个东西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边告诉我们 被继承死亡前两年 如果有将保单贝根要保人 应该注意遗产 所以申报的一个规定 我看得到 寻找回来 所以我可以地均 我可以地均 我可以地均 我可以地均